因为这次救灾太缓慢了 我们看到内阁改组的声音不断响起 在下礼拜名单就要敲定了 那么我们看到 昔日的马世福文化局长龙英台 现在被点名入阁 认为他非常有可能会接任文件会主委 台北市的副市长吴清基 则是教育部长热门的人选 不过龙英台呢 对于他自己到底有没有被征询 他说呢 最近他的心力统统放在他的新书上 而且在近期之内将会回香港教书 新书发表会上龙英台才这样说过 为了马英九一本书延宕十年 内阁改组不以巴巴水在究责 为唯一标准 外传文件会教育部都可能异动 又有人点名龙英台当文件会主委 这个已经不是传了过去两年都在说吗 所以说这个事情是有被征询过的吗 没有完全没有 老师所以说接下来您还是会回香港教书 对不对 我马上要回去 文件才开朗地说 最近真的没跟总统谈过了 一颗心全在新书上 很快就要回香港教书了 对当马政府的内阁首长兴趣缺缺 至于教育部长的热门人选 也是马总统市府时期的老班底 现任台北市副市长吴清基 内阁改组名单最快 9号就要揭晓 马总统想用老班底 恐怕还得开好龙兵 借不借降 这边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